绿灯执行前方一部小货车 车厢门大开 门板刷压刷压 差点击落后方机车骑士 骑士赶紧往右一闪逃过一劫 怎么那么危险 后车门没关好还怎样开 就这样过了至少两个路口 用路人都捏了把冷汗 有骑士趁停等红灯 赶快拍打车厢门 但货车驾驶没发现 后车一名男子看不下去 冒着危险冲下车提醒 只见货车驾驶急匆匆 赶快冲到后车厢把门拴紧 敲拿车窗 这样下来他才有反应这样 他可能是忘了关吧 有一两次就差点打到 后面的机车骑士 蛮危险的 惊闲场面地点在南投草屯 货车车厢门没关好 差点就变成夺命武器 依照道交管理处署条例30条 可以处署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的罚法 货车驾驶上路前 没检查车厢门是否拴紧 除了可以开罚最高18000 如果真的不幸酿城事故 还会涉及过失伤害 将被吊扣驾照一年 记者曾文祥 城管二王诗涵 南投采访报导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 请再来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